我個人像我這樣的青年人 其實也是非常需要社會住宅 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輕朋友在台灣 在台北生活得非常辛苦 但是像這麼大量的社會住宅 是不是應該要跟居民溝通清楚 要跟居民溝通清楚 選擇選擇他的居住地的時候 如果沒有考量到在定居民的心情 讓大家了解 現在我們是要做什麼 現在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是不是會讓大家覺得很緊張很擔心 開箱作業 所以我認為如果這樣子繼續下去 其實就算有像我這樣的青年人住來這邊 會造成雙方的對立 這是我們不願意看見的 很多的青年人 很多弱勢家庭需要住宅 但是現場在這邊長情生活的 爺爺奶奶阿公阿伯 還有很多小朋友 是大人